嘩 我同學不信有這件事 因為我入口通常這些都是晚上才有的 早家不會的 是啊 夜家可能會有 我沒有遇過 但我很怕遇到 新症就可以了 我不會怕這些 我都不信的 哈哈哈哈 我小時候 走夜街人 我都說聽到有鬼戒指 我都不怕 我在那裡走 直走直過 你說你怎樣 我呢 我就沒有 你遇過那些奇怪的東西 我駕了四十幾年 徐玉街十號 那有一個人駕駛的士 叫做1424 駕駛去粉嶺 那時候只有一條路 只有一條大埔道去粉嶺 出來的時候 怎知道有個白色衣服的女人 長頭髮的 直去 咦 這麼幸運 去到荃灣那裡 斷了 現在就說直去 近時轉右 他就去問他 小姐 你去哪了 我說不見了一個人 我試過了 再上車去哪 我車一車 去到 咦 為什麼沒有人 我打算收錢 不見了一個人 就去哪 我舅舅就聽過 屯門公路都未抗建 那時候 他就 剛才會走進去 因為是高速來的 他就見到對面 有個波跌 到當他駛駛的時候 不下人頭 咦 走在前面 轉彎位 有個人穿了 穿了一件白色衣服的 那你不知道去不去 好 站在馬路中間 去不去 我說挺害怕 真的也會害怕 那時候還好像是7月14 奇怪的客人 經常都會有 尤其是野單車 古靈精怪的客人都會有 以前會有 現在就應該少了 你怕不怕 駕駛駛駛有什麼怕 吃四方飯 有時候有二個都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怎麼知道 但是人家就告訴我 喂 你昨天去哪裏有人上車 真的很像是威爾斯 那有個人跟我說 喂 前面那個車 為什麼這麼多人上車 不是 看不到 我看不到 他看到 很自然 你看到有東西 你一定是收油的 你又不相信這些東西嗎 不相信 始終是要親眼見 你才會知道 怎麼做去防這些東西 有沒有聽說 我們普通的司機 都是去拜神 走去那個廟裡拜神 拜神 說贏 所以不要遮住牙頭 走這些地方 不要遮住牙頭 其實人的牙頭 是很有靈性的 東網想你看 新增了賺分任務 每天簽到和閱讀指定新聞 快點下載東網APP 一邊看新聞 一邊賺到更多OM.CCCOIN 援取豐富獎賞